总预算案之所以卡关在三大预算 包括了原住民的禁法补偿条例 还有农民的工粮收购价调涨 以及医护点数到底要编到0.95 所以包括了原住民、农民跟医护团体 在今天也到了青岛东路 集会抗议捍卫自己的权益 包括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还有多位国民党的立委 也都轮流上台开讲 民进党独裁 举起标语痛批民进党政府 国民党立委高金宿美等人 号召原住民团体集结在立法院外抗议 对于进发补偿朝野没有共识 高喊要行政院长卓榮泰下台 我们不是乞丐 让你在那边喊 六万不可以 四万可以 六万是违宪 四万就不是违宪 这么样双标的政府 这么样违法乱据的政府 要不要他下台 不要讲那种杀文主义的话 什么不忍 只要不法你就去提出来嘛 什么不忍 你是看不起我们原住民啊 除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党籍立委议员 全党动员 民主党立委也到场立挺 轮番上阵开奖 气氛相当高涨 我们要出场 来清德的心 没有原住民 我们不是在对抗政府 我们是很卑微的 请求这个政府 拿出你的良心 照顾原住民啊 风雨中怒吼声不断 尽管天空不作美 但支持者不畏遇事 穿着浴衣 在小雨中手举标语 挥舞国旗 甚至有不少原住民朋友 一度落泪 这种听到这个 为原民 农民 医保 我从台东上来 我都跟我的小小朋友 小孩子讲说 我们原住民 真是很坚强 听听看 我就跟小朋友这样子讲 原本传出 清亮团体 也接下令愿外的陆权 要来和国民党PK 不过民团精明能澄清 24号没有要召开任何集会 现场也没有看到 抗议群众 虽然活动圆满落幕 但进发补偿 有无转还余地 还有待潮业表决 接着林汉婷 张开宁 SNG小组 采访报导 MUSIOS MUSI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